随着物价上涨,民众的生活所需费用也跟着变多,但是薪资涨幅却跟不上通膨,因此对许多人来说压力增加不少。 而依据所得税法规定,综合所得税免税额,标准扣除额,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,身薪障碍特别扣除额,客税急剧金额,及退职所得定额免税金额。 遇到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次调整年度的指数上涨累计达3%以上时,必须按照上涨程度调整,所以在2023年报税时,民众将有小确幸,就是部分税额将比前一年度提高,包括免税额从8.8万元调整为9.2万元,70岁以上者及其配偶,抚养之直系尊亲署,由13.2万元调整为13.8万元。 标准扣除额单身部分由12万元调整为12.4万元,有配偶者由24万元调整为24.8万元。 薪资所得及身薪障碍特别扣除额,则是从20万元变成20.7万元,预估将会有641万户受贿。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